路透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G7高峰会结束后表示 期待和大陆关系尽快解冻 而且美国正考虑解除对大陆国防部长的制裁 美国如果一边说要沟通 一边不择手段的打压遏制中国 对中方的官员 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 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何在 拜登递出橄榄枝 想替美中关系容兵 但大陆外交部的回应 华尔街日报形容 就像泼了拜登冷水 而就在这之后 大陆官方宣布 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 存在网络安全隐患 没通过审查 大陆全面禁用 关于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产品 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大陆无预警封杀美光后 商务部长王文涛 随即在上海主持召开美资企业座谈会 包括娇生 墨沙东 汉威等 美国企业代表都出席 王文涛指出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最外开放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吸引外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王文涛会上强调 将继续欢迎美资企业在路发展 实现共赢 有专家对此分析 大陆正在全力拼意后复苏 即便美中政治对抗升温 安抚外资 仍是稳经济重要的一部分 针对美中关系持续紧绷 南韩媒体先驱经济报报导 三星电子沦为两国竞争下的牺牲品 因为随着美韩越走越近 大陆看待南韩制品相当不友善 甚至在网络已经出现 拒买三星的声浪 三星电子第一季在大陆业绩 比去年同期暴跌46% 智慧型手机市占 从近几年的7% 跌到现在不到1% TVBS新闻夜俊宏林明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